在武汉的长江边意外发现了一艘舰艇 好像搁浅在这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带大家走近看一下 走近后发现这艘舰艇好像是真的 不像是返照的吧 因为我看到船头啊 还是船尾啊 有那个钢炮 那个钢炮应该可以打飞机的 如果真是退役舰艇 那为什么会停在这里呢 不是应该停在博物馆那里吗 停在这里 如果到了夏天 肯定会被茶间水浸泡的 慢慢就腐蚀掉了 现在因为是春冬至 这个水的话没有很多 不过我没有看到这艘舰艇上标着什么编号吧 不知道这艘舰艇是什么舰艇来的 这个毛还挺大的 不过看到这个毛都生锈掉了 哇 这边很多鹅卵石啊 应该是鹅卵石吧 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鹅卵石 这边可以看到整艘舰艇都插入泥里面去了 不知道这艘舰艇经历了什么 刚才我一般发现的时候还是挺兴奋的 也是觉得挺奇怪的吧 不断断就有一艘舰艇在厂间边这里 我们看一下舰艇里面是怎样的 透过这个窗户 哇 太黑了 我现在开下灯吧 要不真是看不清楚里面了 开灯了 可以看到里面很多一些瓶瓶罐罐 跟很多淤泥啊 还可以发现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而且袖枝斑斑 有可能再过几年就腐蚀掉了 这边还有一个旧山圈 我现在登键带大家上去参观一下 这也是我原生第一次登键啊 平时应该挺多人爬上来的 看到这个楼梯都被磨得发亮了 上来了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大炮 刚才第一眼就被前方这个大炮给吸引住了 不知道这个大炮还能不能用 感觉应该都不能用了 这是干嘛的 应该是坐在这里吗 看一下这个炮嘴 我的天啊 太壮观了吧 如果你是军事爱好者 可以来这里参观一下 亲自摸一下这个真实的舰艇 会让你比较兴奋的 我们作为外行员 不知道这个炮是怎么打的 而且很多零部件都生锈了 不知道是锁死了还是生锈你不动 算了 就不看了 我们接着往前挂 前方这里是干嘛的 都踩着发亮了 现在我们登上前方看一下 前方那里应该就是驾驶室了 看一下这个楼梯 哦 被踩的发亮了 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对这个舰艇充满了好奇啊 都想知道这艘舰艇停在这里是干嘛的 这个是干嘛用的 是水平仪吗 还是锦南针 不太了解啊 我不是专业的人 前方这里还有一个按钮 不知道干嘛的 可以看到都生锈了 算了 就带大家参观到这里吧 好了 这艘就是在武汉长远边 另外发现了一艘舰艇了 大家看到它是没有型号的吧 也不知道这艘舰艇是干嘛用的 有了解的朋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那这视频拍到这儿 我们上期见 拜拜